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说法 我们一定要懂得他说法的原则 他的说法是应激说法 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 这个话对什么人讲的 那不是对大众讲的 对某一个人讲的 那么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平等 你们注意想想平不平等 不平等 为什么不平等 造的也不一样 我们得的人生是果报 我们这一生的享受也是果报 通通通通是果报 你这个果报呢 都是你自己造的 有人问佛 这经上确实是有的 有人问佛 这经上确实是有的 人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 来 来干什么的 佛的大福 真是简单明了 一句话 人生仇业 你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 仇就是报仇 你过去身中修的善业 你来享福的 你过去身中造不善业 你来受苦的 不是别人主宰的 是你自己造的嘛 这个里面决定 与佛菩萨没有关系 与天神上帝也没关系 与阴落王也没关系 确确确实实是自足自首 佛答得非常正确